正如片頭所說,這次的挑戰我將會用小智在關東地區捕捉過的精靈來挑戰關東聯盟 順便亦幫大家回憶一下小智究竟在關東地區捕捉過哪些精靈呢? 當然我都不是全部捕捉了,會選部分來用 好,一開始就是選擇男女,然後改名字 但這個火龍版本沒有改中文名字 所以我就用了隨機預設功能,來慢慢使出小智這個名字 成功使出小智 然後下一個就是幫競敵改名字 競敵方面我們可以直接選擇做小茂,所以很方便 成功改了小智和小茂這兩個競敵的名字 之後當然第一時間就是找大木博士 大木博士就是選擇我們第一隻精靈的時候 有小火龍和車利龜,然後最後一隻就是比卡超 大家都知道這個比卡超就是小智第一隻精靈 所以我們這個版本當然要用比卡超擺頭 好,第一場的對戰,這個新手教學對戰 然後對上小火龍,我們的比卡超是有電擊,叫聲 很可惜地我們的比卡超性格是神重 是加特防減特攻的性格 但我們應該沒問題的,第一彎就麻痺了 如無意外底下來多兩彎,小火龍就成功擊殺 好,對手的小火龍因為麻痺也沒辦法觸動 然後我們再次一個電擊,成功勝出了小火龍 也贏了第一場的對戰 之後下來我們就向上走,然後我們遇到第一隻精靈 就是波波了 但是我們身上沒有精靈球 所以沒辦法捕捉 大家都知道小智是有一隻波波的 等我們遲些有精靈球再回來 然後我突然想起 咦?我突然想起這個火龍版本 小智應該是有三隻魚三格 我突然想起 不過這些之後再想怎樣做 然後我們去到商店拿包裹 之後就交出大木的包裹給大木博士 終於我們成功拿到這個精靈球 我們是時候要捕捉第一隻精靈 之後我們就去捕捉第一隻精靈 波波 好,我們比卡超用了這個電擊 看看他能否抵受到電擊 是可以的 證明波波的防御力都比較強 亦都第一回合就麻痺到 相信這個波波 一個精靈球也沒有問題 沒錯,成功捕捉了波波 也是我們第一隻 在野生捕捉到的精靈 我們先看性格方面 性格方面是認真性格也沒有修正 即是說都沒有什麼特別 接著我們就來找這個精靈挑戰 這個也是除了第一開始的新手教學之後 第一次的精靈對戰 好,對手第一隻出的波波 而我方就是比卡超 由於有這個屬性克制的情況下 比卡超打波波基本上是輕鬆一點的 對方波波用了飛沙腳 試圖降低我們命中率 但幸好我們第二回合也中到電擊 對手就用撞擊 這個時候比卡超撞一招電擊 成功收走波波 下一隻當然就是小防 但由於我方已經受到飛沙腳的影響 所以我唯有轉重轉走 好,對手小防用我這個叫聲 試圖降低波波的物攻 但可惜我們的波波並不是選擇用這個攻擊來作戰 而是替身攻擊來的 波波成功退場的時候 我們就派上比卡超上場 好,第一次電擊 這個傷害非常之高 如無意外只要用多兩次電擊就成功擊殺 而他也打我們不算很痛 第一次來找 意外就是這樣發生 但不要緊,我決定 skip第一場的敬敵戰 向上走 向上走之後就會見到第一個捕捉精靈的教學 但可惜我已經有第一隻精靈了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看 轉眼加我們就來到上盤森林 這個上盤森林裡面有很多的蟲系 所以也吸引了大量的暴蟲少年在這裡探險 在上盤森林第一場的對戰 基本上蟲系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麼難度 在這個比卡超 電擊底下基本上不堪一擊 打完兩個NPC之後 比卡超成功升級到11 也學到一招新的技能 電光石火 當然就是留下 因為電光石火 作為普通攻擊來說 它有先制階質的效果 其實也挺有用的 尤其是在前期來說 好,一直都繼續通過上盤森林 發現到有個NPC面向牆壁 這個都比較少見 所以我就馬上去問問他 果然都是對戰的NPC 成功成為了我的經驗值 到最後一位的訓練家 讀過重 相信也沒有什麼難度的挑戰完成 接下來我們直接去到挑戰尼比士的道館 尼比士的道館就是小肝 小肝就是這個岩石系道館 對於我方來說其實都相當麻煩 在這裡先插個話 我發現NPC跟我說話的時候 我們的主角竟然是面向上 而不是對著這個NPC 這個是挺有趣的一個狀況 而挑戰這個岩石系道館 絕對是我們的最大難題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手段 可以克制到這個岩石系 我們不說那麼多 馬上開箭 首先看回比卡超 我們選擇用電光石火 可以做到多高的傷害 這些沒問題 我們可以用姚美巴 試圖降低對方的火 然後我們就不用擔心 對方的電光石火 是可以有的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